房市秘密报为你报秘密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新竹市金国商圈的一个小宅 乐牧 乐牧位于新竹市北区金国路二段203号 这里是它的基地位置 我们可以发现它在金国路二段的主干道上 它的对面是四季月社 它的旁边是金国燕 接下来我们来看乐牧的标准层平面图 我们可以看到北边的位置在这边 这里是金国路二段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一二三四五六 它是一个单层六拼 然后前后各三拼的一个配置 从它的这个平面配置来看 有哪些优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中间 TTIN的部分的话都有这个跳空采光 然后读者问到了我们是哪两个户别呢 是E户跟C户 接下来我们就对E户跟C户的平面 为各位做解析 我们先来看西户的加倍图 西户它是33.08平 两方的产品 它位于边间 所以建设公司在规划设计的部分 很贴心的做了三面采光 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设计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从大门进来客厅 再进来厨餐厅的部分的话 还有连接到我们的阳台 这边都有动线仪器合成 而且采光很明亮这样的优点 再来就是我们第一个卫浴 它有开装采光 不过可惜的部分 第二个卫浴它就没有开装采光 再来就是从洞区 然后要进入房间进区的部分 它有一个比较冗长的走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 医护的加配图 医护它是26.45平 它是一房的产品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 进来有一个大玄关 这是它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优点 再来玄关的左侧是 客餐厅跟厨房还有工作阳台 它这个动线仪器合成 这样的规划非常棒 再来玄关的右侧是房间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这个卫浴 它有对外开窗采光还不错 可是它的这个门是开在房间门 这样的话可能会有 不够实用这样的小缺点 总的来看这个案子 无论是在采光通风 动线还有室内格局上 都已经尽量替消费者 做最大的设想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订阅加分享我们的房市秘密报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或者私讯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